那么到了这个第七番,他就把他的病根整个表露出来 他所想的就是面前的一个见性 跟他好像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因为他认色身为自己 认这个身体是我的 这个色身是自己 这个叫做迷雾为己 迷失自信 而把这个物质当作自己 这个身体不是个物质吗 地水火风四大假喝的 这不是个物质吗 他迷入这个物质当作自己 认为这是我 这就叫做迷雾为己 所以他一迷为心啊 决定祸为色身之内 一旦迷失自信 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的 那么他就制作这个心就在这里面 啊 现在他翻过来又是迷心性 举在色身之中 啊 是迷雾为物 翻过来 自己就是一个物件 就是物啊 而这个心性硬当是举在这个身体当中 不是在外边 他老是这样子想 所以他的迷惑越来越深 啊 佛虽然是详尽办法开导他 他还是不懂 啊 但是他这种的想法呀 没有办法直接说明 直接跟他说明你想的不对 他不会接受 因为欧南他是个聪明人 他懂得太多 他只是在法相上 在名字上在哪里打转 他没有办法体悟到本有的这个灵明妙性的真体 所以因此之故啊 只好 详尽办法 旁敲车净 啊 用种种方便 来开导他 让他慢慢的 来去向于 真正自己本有的自信 所以佛下面的答复啊 第一句话 就先 迫着他 你这个想法不对 啊 虽然明明知道想法不对呀 但是他不会一下子接受 还要用种种方法来开导他 所以接下去 佛的开导的文字说 佛告诉我呢 今你所言 见在你前呢 是一非十 这直破 啊 我呢 你刚才说的话 说这个见性就在你的面前 这个不是事实 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啊 既然不是事实 要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他这个说法不对 你知说 呃 见在你前 是一非十 我呢 还不可能就接受了 所以还要用方法 既然在你的面前嘛 你认为在你面前嘛 那就是等于一个物质在面前了 那你就用你的手指指出来吧 指我看看 看哪一个是你的见性 啊 所以接下去 佛就用这种方式 对我呢 他说 若使你前 你实见则 这次见经啊 既有方所 非无止事 佛的全巧方法 他对我呢 说 如果照你的想法 实实在在见性就见在你的面前的话 啊 若使你前 如果这个见性实实在在就在你的面前 你实见则 假如你实在就见到你的见性 你实在就见到你的见经就在你的面前的话 这次见经既有方所啊 非无止事了 那么这个见经有方向 有所在 摆在下面 你看到啊 摆在面前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你的见经 有地方 有所在 那就有可以止事的地方了 非无止事 就是不可能没有止点出来的可能 只是用手指点事出来 你的见性在哪里 你点示出来 啊 现在你所看到的反经啊 我来意义把它提出来吧 且尽 以你坐骑头灵 便观邻居 即于殿堂 姑且 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结构度员的讲堂里面 啊 跟你同坐在骑头灵 啊 就是其受骑头园的这个讲堂 啊 我们周边详细观察 周围的寿灵 前面的水流 具 有水的地方 水沟 有流水的地方 有寿墓的地方 还有这个 啊 骑头园的这个 啊 庄严的宝殿 还有 广大的讲堂 这个环境你都看到了 你也看到 我也看到 那么望上看 望天空 望上看 上至日月 望上看 可以看到上面 天上的太阳 日光 晚上 看到月亮 太阴 啊 这都可以看到的了 讲堂 我们 面前 靠近 横 弘 前队 横 活 我们这个 讲堂面对著 前面不远的地方 有横 活的 流水 啊 这是我们现在 这里周围的 环境 望上看 望前 看 周围 看 这都可以看到的了 来,我来了,你已经与我师子作节了,举手指成,是种种相,现在,你说你的见性就在面前吗?你都看到了吗?见经就在面前,你现在就在我的说法的师子法咒面前,手挤出来,指点给我看,成是说。 指点这些种种现象,成说就我听,这些种种现象是什么呢? 阴则是灵,有寿摸遮阴的地方,不会被太阳晒到的,那是寿灵。 明则是日,白天,有光明的地方,那是日光。 爱则是壁,会阻碍着,没有办法通过去的地方,不能用神通了,用人身这个肉体,例如这个墙壁,墙壁就通不过去了。 这个有主爱的地方墙壁,通不过去了,那是墙壁。 通则是空,从门可以通出去,那是虚空的地方,所以可以通,从门的通的地方有空,可以通到外边。 像这样子,一一把它学习观察,如是像这样子,如是指法之词呢,指前面手指的这个种种现象,不可能一一都写出来了,所以用乃至两个字把它略掉,乃至无论是一根草,一棵树,千蚝,很小的草,千维的草。 这如是乃至乃至草,千蚝,这些东西,大小虽数啊,但可有形,无不执着。 这些东西,有的很大,讲堂很大,寿墨很大,小的,一根小草,一根千蚝,一根这个草,草毛。 很小,只要有形之,有形色,有长短方圆的这个显色,不管它大小啊,看得到的,就可以指得出来的,无不执着。 小字千蚝,也可以指得出来,哦,这是千蚝,大字讲堂,可以指得出来,这是大讲堂。 无不执着,没有一个东西指不到的,通通都能指到。 诺文来,若比其见,现在你牵了,你应一手缺食指成,活则是剑。 你认为剑心在前面吗? 现在我们看出来的这些万物,假如你必定相信,认为你的剑,就在你的面前献出来吗? 你应当用你的手指出来 用手确实 确确实实 指出来 说就我听 指尘 指出来 尘说就我听 哪一个是你的剑 或者是剑 在这万象当中 你要点出你的剑来 你的剑在哪里 你指出来给我看 佛罪在对欧难所欧难 当之啊 你应当要知道 若空是剑 既已成间 何则是空 如果这个虚空是剑 这个太虚空 如果这个虚空是剑的话 虚空既然成为你的剑性了 那哪一个是虚空啊 是剑性就不是虚空 是虚空就不是剑性 知道吗 他不可能 一个身体有两样的名堂 不可能一个身体有两种作用 他既然是虚空 虚空是玩而不知的 是玩空 既然是虚空 如果虚空 虚空是你的剑的话 那哪一个是虚空啊 意思就是说 虚空如果是你的剑 那虚空就不是虚空 就成为欧难的剑 如果虚空是虚空的话 是虚空的话 那这个虚空就不是欧难的剑 是剑 则非空 是空 则非剑 那么这个虚空 这样子分辨清楚了 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 若物是剑 既以是剑 或者是 或者为物 如果除掉空之外 其他的剑法 一切的剑法 通通都是剑的话 这个物既然成剑 那哪一个是物啊 是物就不是剑 是剑就不是物 因为前面已经变明了 剑不是物 物不是剑 既然是物 它不可能有剑 既然是剑 就不可能是物 既然如此 这些除空之外的一切万象 哪一个是物 哪一个是剑 哪一个是物 哪一个是剑 既然是物 就不是剑 既然是剑 就不是物 既然如此 还没到 既然如此啊 你应当要知道 分辨出剑是剑 物是物 这个道理在前面已经分辨过了 现在只要你把物跟剑分清楚 是物 就不是剑 是剑 就不是物 它这个文字啊 你不一定要自己会灵活的把它了解 或者不会通 或者是物 或者是剑 是剑就不是物 是物 就不是剑 这是一定的道理了 啊 它既然是个物 它不会有剑 它如果是个剑 绝对不是物 要这样子体会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 啊 然后啊 你可以进一步的维系的去观察 所以接下去经文说 你可维系 批波 外向 西出经